謝謝院長 馬上有請林院長 林院長 黃委員好 院長您好 不好意思時間關係 直接切入正題 沒問題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是 樂森 股票交易 它的股價 今天好不容易 把跌停打開了 稍微漲了一點 從7月8月大概平均100塊左右 跌到剩下17塊 對於樂森 這個股權的案子 從現在 本來一開始認為是公開收購的違約 後來開始朝向證券詐欺來偵辦 目前已經升級到財報不實了 這個案子 院長您個人目前情況有沒有掌握 這個樂森案從開始發 沒關係 你只要跟我講說你有掌握還是沒有掌握就好了 金管會有把相關的資訊有告訴 不過最近呢 我想請問院長 對於我們各個部會 從投審會 到金管會 到貴買中心 在這個樂森公開收購案 到目前為止的表現 院長你認為及格還不及格 因為他是一個過去 他是利用過去沒有 就是過去沒有的手法在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在所有的案情沒有釐清之前 我還不能夠完全被他們做定論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 這件事情對我們的證券市場傷害 以及對我們的主管機關 在這個事情的很多處理的考驗上來看 確實有很多需要檢討的地方 還有很多要檢討的地方 好我們現在進一步來看 到底有哪些需要檢討的地方 大家對於投審會一個最大的詬病 從你剛剛那個股價表演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7月22號投審會通過了以後 7月25號第一個交易日 大家都覺得這是好消息 投審會審通過了 所以7月25號飆到110塊 往後就一路往下跌 但是投審會告訴大家說 資金有沒有收齊這不關投審會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成立 我們先把它放在旁邊 投審會只跟大家講一件事情說 我只負責審 他後面的資金來源是不是有中資 結果投審會審出來的結果 說沒有中資 所以他放行了 結果現在金管會所拿到的存款證明報告 他那個資金來源是從香港那邊 來的港資以及中資 你覺得投審會即使他把他自己的職長 現在限縮在職審中資 投審會有做到他該做的事嗎 這樣子的表現的人算是及格嗎 抱歉這個部分對我來看就是有點太細了 那麼如果說是投審會現在 沒有關係啦 院長現在投資人希望的是院長硬起來 剛剛國民黨的立委對於院長有很多批評 當然站在立法委員的職責啊 立法去監督行政天津英利益的事情 但是我每次站在這個質詢台上的時候 我面對院長 我對院長的期許 都是多於批評的 我希望你要硬起來 展現玻璃 該做的事情就要做 這個是大家對新政府的期待 當然當然 投審會我們處理完了 來我們接下來 來看金管會 金管會的現在代主委在您旁邊 我直接問齁 請問樂森按照他公開收購的說明 白死竿頭前什麼時候要進來 26號 26號前有進來嗎 沒有進 報委員沒有進來 他是不是公告延長交割時間 是他請中國信託在8月22號 在重訊上公告延長時間 法律上白死竿頭有這個權利 片面公告延長交割時間嗎 目前依照公開收購管理辦法 這部分並沒有特別的規定 沒有特別規定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法律上有權利有空間做這件事嗎 主委我再提醒你喔 我昨天這件事情 金管會的回覆已經讓我很火大囉 我現在要金管會一個很清楚的態度 很清楚的態度 一個公開收購人有沒有權限 片面的去更改交割的時間 報委員 所以我們要求在22號26號 我們分別發函給白死竿頭跟中國信託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現在我只問你 站在主管機關的立場 公開收購人 有沒有片面更改交割時間的權利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這個是金管會主長的事項 金管會必須要的立場 必須要的態度 他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跟公開申購說明書是不符的 是不符的嗎 對 他法律上有這個權利嗎 報委員這個事情其實就像 這從來沒有發生過 但是從 申購慣例辦法裡面並沒有 在說詞齁 還反反覆覆 然後再閃我的問題 你是在幫中國信託說相嗎 還是在幫白死竿頭說相 我現在告訴你一件最基本的道理 請彭總裁也上來 彭總裁是我們大家都敬重的老前輩 我現在就跟你講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如果一個公開收購人 他可以片面的一而再再而三 去延遲交割的時間 在法律上不是禁止的話 那會造成什麼畸形的現象 畸形的現象就是 這些股票一買人的股票 被封在中國信託那邊拿不回來 他又拿不到錢 結果人家已經違約沒有交割了 他股票還拿不回來 有這麼荒謬的事情嗎 來請彭總裁回答 公開收購人 能不能夠片面的去更改 交割的時間 報告黃委員 因為這個不是我中央陽的執掌 我回答必須要小心謹慎 現在我沒辦法回答 好沒有關係 我本來是想說 彭總裁對於這塊領域 是有一定的專業在 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看看 昨天經管會的官員是怎麼講的 來放 沒有聲音嗎 沒有關係 我一直念 經管會的官員說 我們一直追到26號 發現他錢沒有進來 這時候我們就要求中信營 要趕快把股票還給投資人 這是昨天經管會官員講的 你們26號 26號 他已經違約了喔 請問中國信託憑什麼有權力把股票扣住 不還給一買人 經管會主委 報告委員 昨天的記者會 我們都有說明 是因為這個時候還不確定 他是不是確實會違約 萬一還了之後 萬一他最後 先停一下齁 本來公開收購說明書上面的記載是26號 是 26號前沒有進來 你說你還不確定他會不會違約 這個是你對於信約法最基本的概念嗎 報委員因為他22號已委託中國信託要延遲到30號 我們已經覺得有一點 中國信託說要延遲到30號 所以你就覺得說可以延遲到30號 到30號再來判斷他們違約 是不是這個樣子 不是 所以我們才22號到26號發了三次喊去堆促 對啦 你發喊的這個事情齁 你發喊的這個事情齁 語言不詳 沒有關係啦 現在我只要你表明主管機關法律上的立場 中國信託過了8月26號 白子乾頭已經違約了 他憑什麼扣住投資大眾的股票不浪漢拿回來 主管機關在這件事情上面 連一個基本的立場都沒有 這是投資大眾現在大家最火大的事情啊 報委員 我們昨天已經表達 凡事該負責的人 我們絕對有證據一定會求償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嘛 中國信託有沒有那個法律上的權利 在8月26號過了以後 還繼續把股票扣住沒有還給投資大眾 我問了第三次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得到答案 你如果跟我說 好 委員 今天你所提出來的這個法律問題 我盡管會不懂 不知道 我回去研究 你就勇敢的這樣講 報委員我必須要說 公開申購管理辦法 這個部分是沒有特別的去 我直接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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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法律見解是 當他違約了以後 當他違約了以後 限於給付之言 硬賣人 當然可以解除契約 把股票拿回來啊 他違約的錢沒有進來 我股票還拿不回來 這是什麼金融交易秩序啊 這是什麼國家啊 今天 股票掉成這個樣子 我只說 金管會 你們該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做 來我現在請教一下林权院長 金管會對這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的處理 你滿不滿意 跟黃委員特別說明啊 我聽剛才你們的這個回答裡面 我覺得這原因很可能是 就很應該是就是 這個法律這個規範這樣 沒有關係啊 院長我願意給您時間 我願意給您時間 您作為行政院的院長 全國最優秀的法律人才 你絕對 絕對可以召集來 開一個會 認真的討論這個案子 但是今天金管會沒有回答的問題 行政院必須要回答 好的我們 有非常多熱身的投資大眾 他們一般的小股民 為了這件事情 被害到快要家破人亡了 他們昨天提出來一個最新的訴求 就是這一件事情 這一件事情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 再信任金管會 在目前為止的處理了 希望林全院長您出面 院長您要怎麼回覆 這些投資大眾的心聲 就黃委員 你剛剛所提的這個問題 因為在我來看 他這個當初的規範顯然 是有疏弱的地方了 那麼法律上責任 我們會盡快的請 你剛剛講的 我們找這些專業人士 來盡快釐清 這釐清之後呢 如果是屬於金管會責任 金管會就負責任 如果是屬於中信營的責任 我們就會追究中信營的責任 好不好 我們先把這個法律的責任 一定有一個 沒有關係 這個法律責任的 林全院長您需要多少時間 這個常態下 我不是專業 但是我覺得 大概兩個禮拜應該夠了吧 一個禮拜好不好 一個禮拜 你要給我幾天找到 沒有關係 我要進入下一個主題 請您儘快提出來 大家都在等金管會的態度 可以請黃主委跟彭總裁先請會 我想 其實投資人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也一直很關心 而且我也陸陸續續收到 很多這種陳情的案件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案子 能夠給他們最多的保障 沒有關係 到目前為止 從投審會到金管會 到貴買中心 投資人看到的是什麼 每一個部會都在踢啤酒 都不關他們的事 所以這些投資人開始在懷疑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什麼政府 如果都不關他們的事情的話 我這樣是跟黃原特別說明 因為這個案子 我是所以沒有去處理 第一個它是個案 而且它是 最後還沒有釐清很多事實 所以我們不方便 第一時間由我院長出來處理 沒有關係我現在時間有 我們一定來處理 好不好 我現在時間有限 我剛剛只丟給院長一個最直接的 最簡單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內回 最慢不要超過兩個禮拜 下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目前營利事業所得稅 我們調降成17% 那我們看實質的稅率 我們看實質的稅率 事實上都是低於17% 那裡面有很多是因為什麼 裡面有很多是因為產業創新條例 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對租稅的減免 我們上次在修法的時候 上次在修法的時候說 如果企業主他最近三年 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 或食品安全衛生情節重大 目的是業主管機關認定的話 這個時候不得申請補助要追回 來我現在簡單請教一件事情 我們目前追回多少錢 對不起 我剛剛在看那個 您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目前追回多少錢 按照產創條例第70條 當初我們在修法的時候的理由是說 我們不要讓這些違反勞工權利保護 不要讓這些違反食安 不要讓這些違反環保法規 這些不良的廠商 繼續享有租稅的優惠 那可以停止 而且可以把錢追回來 請問我們到目前為止追回了多少錢 很抱歉 那個財政部長跟我講說 因為沒有主管就跟通報 所以目前沒有意見是有這個事情發生 請許部長的說明 答案是0元 到目前為止沒有主管機關通報 那從我們過去這幾年 所發生 所發生這些企業狀 我知道你財政部是最後一端 最前面的是什麼 最前面的是萊東部衛福部跟環保署 他們要先報給經濟部 經濟部再報給財政部 這件事情我的理解有沒有錯 不一定說透過經濟部 沒有關係 但是最起碼 你財政部沒有收到嗎 我們最近有收到一個經濟部 不過它是在法律定定之前的 現在的問題很簡單 當初我們這些產創條例在修法的時候 就是希望把租稅的減免 因為這是全體納稅人的錢 我們給機優的廠商 讓他去做產業創新的升級 不要繼續給那些違反勞工全力保護 不要繼續給那些污染台灣環境的廠商 結果從法律修正到現在 到目前為止 我們去發動那個條文追回來的錢 是零 這件事情我知道 院長可能還不能算在你頭上 前面有好幾年的狀況 但是我要拜託院長承諾一件事情 在您任內 在您任內 如果有像違反 不管是 類似台塑這種企業 而且要把錢追回來 院長你可不可以承諾 如果這個是法律決定的話 當然要去執行 沒有問題 最後一個簡單的問題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林院長 下一位 我們請趙委員 聽您諮詢 尋達時間為15分鐘 謝謝院長 我想請林全院長 請林院長 謝謝